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修炼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俩继续上几个程序 对吧 那咱们图形状的规范做好了 你可以写主程序了 也可以写什么 具体的某个形状对象了 对吧 这两个都可以写了 但是呢 为大家的建议什么呢 在写主程序之前 你最好自己先写个应用程序 做例子 对吧 然后再去写主程序 调用这一个 然后优化好了之后 然后再让别人去扩展其他的 所以咱们这节课先写一个形状按照这个规范 然后咱们再来作为调程序使用 好吧 所以我们先写什么 比如说先写一个矩形 叫RECT 矩形是这英文单词吧 RECT.class.peerp 对不对 然后咱们在这个类里边也先不用包含这个形状了 咱们后期会用到自动包含 他自己能找到他想包含的类 好吧 所以我在这里边就直接写继承了 在主程序里边写包含 好 我们先先括号号PARP 先写主示 对不对 这个类是一个矩形的类 矩形的类 然后呢 这个类要按什么 形状的规范 对 规范去实现 才可以 你随意定义的 也可以写出矩形的一些柱上面积的计算 对不对 但是你随意定义的 我主程序里边没法找到你 对吧 所以呢 必须在这里写 那我们这里边定义class RECT 矩形 对吧 咱们抽象类不是用接口写的 是用 咱就写的是抽象类 对不对 所以不是用接口去做的 所以咱不用这个词 是不是 所以咱们还得用什么 继承 SHAP 当时先不用包含 在主程序里边做一个自动包含 就把这包含进去 对吧 所以呢 便觉得奇怪 说这里边就长不上这个形状 对不对 它只是程序的片段 就知道吗 然后我们这里边 要想实现这个 我们必须把这个打开 好 我们已经有打开的了 是不是必须参考这个规范去写 它里边要求我们必须有什么 看一下 是不是必须有这么多东西 对 所以我们这块面积周长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块需要做一个呃 实现它的里边计算面积的方法 对不对 然后呢 实现它这里边的计算周长的方法 再实现它这里边的呃 faction 做图形界面的方法 对吧 然后再实现我们这里边的验证的方法 对吧 然后我们只需要在这里边 当然了 举行咱们还学有什么 比如他自己的 是还有宽度 和高度 是不是还得有的宽度和高度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做用什么 用构造方法去设置它的值 是不是 也可以做一个side的方法去设置它的值 是不是这些都都可以啊 那假如说我们这里边现在又呃 构造方法去做它的值的话 faction 杠杠 修完它的下游戏 出处化它的值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边 通过参数 那参数 举行的形状有可能有两个参数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其他的形状呢 对吧 其他形状比如三角形有可能有三个 对吧 圆形有可能有一个 对吧 所以咱们要想做自动的话 最好传一个数组之类的进来 知道吗 比如说 存个数组进来 然后从数组里边取出各个字段来 听懂吗 那 这里边 比如说 这次里边的宽度 等于数组里边 假如说 有一个 宽度的值 我们就可以把这数组的值拿进来 对吧 这次里边 数组里边有个高度 哎呀 用数组都会参数 这样参数是不是一个就行了 不同变化的就可以都会做了 高度 拿过来 然后这里边是不是还有个名字 对不对 继承过来是有个name 有 对吧 那这份name这话 我们可以是 既然用此类用的话 抽样类 protected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这个去写 对吧 保护的权限去写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话 可以加一个 名字 name 等于arr里边的什么 name 先照胡博画表 先写出来一个 然后根据这一个规范 咱们去写其他的 对吧 所以呢 临时的写 那假如说我们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传个数字传属性高度和名字 是不是高度宽度和名字 这个属性就有了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计算面积了 那矩形的面积 咱是怎么计算呢 是不是宽称高 就是一个矩形的面积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直接返回 对 矩形的面积什么呢 z4里边的宽度 乘以z4里边的高度 是不是行了 那矩形周长呢 是什么呢 是二倍的矩形的宽度 加上矩形的高度 是不是就行了 那界面呢 怎么写呢 界面是不是就是一个表单呢 对不对 界面是一个表单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 做一个 for表单等于 空的 for 有吧 h提交给 主程序 假设能主程序叫做 index.p 提交给它行不行 对吧 然后下边 for for 点等于 结束这个 for 是不是就可以了 当然表单界面 咱们可以用rtmr总的去写 不一定会得跟rtm结合 对吧 以后咱们会学一些 模板引擎会把这个界面 单独提出来的 但是他现在还没学 咱们就得混音 对吧 然后矩形是不是有宽度 for 当然这会提交的方法 咱们也加上 mthod提交的方法 咱们用cos 对吧 然后 第二等于 这块是 矩形的 当然这矩形的 你可以用什么 道路服 这一次里边有没有内蒙 对不对 他的什么形状的 对吧 什么形状的 宽 就是请输入矩形的宽 对不对 然后冒号 input 类型等于 tst 然后内部值等于 twty 圆形 是宽度 微度值等于 随秦 dr 那几个狗蛋 对不对 然后$4.0等于 $这次里边的 name.0 它的高 那个是一样的东西就行 input类型等于 tst name等于 h压阶级高度 然后v流值等于 空 然后再来一个 是不是这里边得有一个什么 这次里边得有一个 是不是提交按钮 计算对不对 input类型等于 submit submit name等于sub 对吧 或者叫做do submit都行 对吧 然后v流值等于 计算 一个按钮 是不是这个 付我们表单的界面就有了 对不对 那我们每个表单界面的值 都需要验证 就这么 假如验证的话 这里边必须要求每个都验证 咱们可以在主程序里边 调用这个值 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 验证 因为这个值 存在构造方案里边 是不是在这块 需要验证啊 然后在外边的话 如果设置值的话 因为我们是不是也需要验证啊 所以这个验证我们可以怎么的 可以 呃 在每一个里写 或者是每 整体的去写 就这么 整体的写 比如说 也是传一个数读记来 对吧 就是这几个的值 先验证 然后得创建对象 如果值不符合的话 就不创建对象 对不对 所以举行的验证 咱们只要判断什么呢 如果 对吧 如果到了乎arr里边的宽度 我就假设 验证一下 对不对 如果是小于零 咱们输出 直接输出什么 比如说 如果小于零的话 嗯 这样吧 做一个标记 标记 等于真 对吧 然后 如果这个举行宽 就是这个举行的宽度 如果小于零 咱们输出 输出什么了 呃 这一次里边的 那点 什么形状的 它的宽 不能为零 可以吧 然后换个行 这是做一个提示 输出一个这个 然后 否则 这话 输出完这个的话 是不是就把这标记变成假 标记等于假 这是一个随便做一个标记 比如最多我反复这个标记 标记 如果验证 通过它是大于零的 对不对 大于零的话 是不是就不附上假 反复这个真 否则的话 这个附上假 是反复这个假 然后再如果 arr 高度 对吧 如果 小于零 那么我们在这会判断 输出 这一次里边的 内部 它的 高 高度 不能 小于零 当然你可以判断很多项 对不对 比如说 不能为字母啊 必须为数字啊 当时写意思意思 对不对 你可以在这写的很详细 然后把这个标记 对变成价值 是不是就行了 当然了 创业对象的时候 你可以先调用这个验证一下 或者是在这的话 我们先干嘛 先直接传过来 在这里边就直接写验证 都是可以的 要私有的 那我们就先在主程序里边去用 这样它有这一个步骤 对吧 也就是在程序里边 你必须得写这个 不然的话 用户在规范的时候 就觉得不写这个也行 对不对 那我按照这个形状的规范 我是不是按照举行的目的 我把这些东西都实现了 对吧 那下节课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 去写什么 主程序里面 对吧 那这节课 咱们就写出一个形状来 按照规范去写 对不对 这个第一个形状 是咱们为了写主程序 做实验用的 然后把这规范调用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发布这个规范 别人再写其他的形状 是这个目的 对吧 好 那这节课 我们就先进入到这里 基于主程序里面 咱们下几个课再介绍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几个课咱们就进入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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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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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